你说啥 你说嘛 我听着呢 我都准备做菜了 你还在这里搞什么呢 不用做了 这种菜我们出去吃了 去外面吃 为什么要去外面吃 有什么好事吗 我现在毫不愿意把这个双胞胎 是吧 为了刺激我把这个双胞胎 这个概率能当双胞胎的概率是很少很少 你们也知道 是不是 这百分之百里面真的是很少很少见的 这种概率 所以为了庆祝呢 这两个小宝宝的到来 跟这两个小宝宝们有缘分 对吧 我决定呢 你呢 是吧 我们一起去庆祝 因为跟你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女朋友跑跑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想呢 我们一起去庆祝 现在庆祝呢 去外面酒店吃饭 我有几个星星呢 过来这边玩 然后呢 随便呢 把他们也交上 对吧 还有呢 就是我那些朋友啊 就是我打麻将认识那些好朋友 我们认识了好几个月了 谁是好朋友呢 兄弟 你懂不懂 还有啊 还有啊 还有你这边的那些朋友 你也叫几个过来 我们一起去那个 五星期那个酒店去吃 吃好吃的 对呀 你掏钱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事呢 去包厂里面吃 什么大大的包厂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事呢 原来的话呢 是吧 又让我当这个冤大头啊 嗯 让我订什么酒店了 五星期高达酒店啊 哎哟 你怀个伤不胎天大的喜事啊 要请客吃饭啊 请客吃饭不是你 你出钱 我怀上谁的种 我哪知道 在谁边 你有事 你要说是 你在谁边谁的 我问你是谁的 目前是我的 哎哟 你离时接电子给我 结果出来了 不成就要死不成就没事了是吗 你是要我把他告上去是吗 成燕 成燕 谁的 我的 我的 我听到这负业都在你脚尖 谁的 我的 那是不是要用你这个做父亲来办 是不是 那可以办啊 是不是 是是是是 那我问你 那你是冤大头吗 我不是 对呀 那就去办啊 办啊 你父子叫你的朋友 亲戚也得到啊 你亲戚你想叫的话就叫 我知道你这边有几个弄什么大椅子 在这边那种亲戚啊 你想叫就叫 你朋友呢也叫 我这边呢 我有几个亲戚过来玩 我在等门 然后呢 我在那边叫一些 我的朋友过来 出在一起 搞个一大桌 十三平时分两桌 对吧 你对对对 怎么看你有点不情愿呢 情愿啊 我都一直 我叫你偷钱 去第一个五星级大酒店 我们就去吃一餐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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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了 请客吃饭啊 是没什么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你说你要叫一桌朋友也没问题 叫一桌亲戚呢 也没问题 好吧 但是呢你说去哪里吃这个东西 我觉得呢 还是由我来决定 啊 对 你的意思呢就是 去路边弄什么小饭馆 就搞定 也不是说小饭馆嘛 那随便去酒店就定一桌 不是有几百块钱都不行 那就是酒店了 那我选个五星级酒店怎么 那我没去过五星级酒店 我选个五星级酒店怎么了 啊 啊 我这辈子还不能去一次吧 我是天天去吗 啊 再说了 你又有几万块钱的 哎呦 不想点 不守得点 这里放钱的不守得偷 吃个饭啊 随便吃点就行了嘛 对不对 别是从随便吃点知道吧 我我请他们吃小三羊 好吧 算了吧 你那个破玩意儿了是吧 你留给你自己吃吧 小三羊怎么了 嗯 那个羊肉不好吃吗 这种天气冷了 搞点萝卜汤 搞点羊肉汤 对不对 难道不能吃吗 你非要去五星级 有点花那个钱干嘛呢 我们接下来用钱的地方 应该去说去吃路边汤吧 好吗 我们接下来用钱的地方还很多 我说去哪吃就去哪吃 就不要再气人 我告诉你 我要去五星级 一大酒店吃 你听懂了吗 你就是想要面子 你 我就要面子怎么了 我就要这一回面子怎么了 啊 你告诉我 对不对 大家两个人 其实是什么亲戚都在 要面子很正常 对吧 如果有朋友在啊 随便找酒店吃得了 你先等孩子出生以后 再弄这个事情吗 现在孩子出生以后 这各种各样的酒办啊 大哥 什么满月酒 或是百天酒的啊 懂不懂 我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庆祝是吧 啊 在什么朋友之间 聚在一起吃的也犯怎么了 不愤了 你被人家看这些呼朋狗友 就聚在一起吃 喝 啊 吃好玩乐 什么东西啊 赶紧给我电话 不愤了 不愤了 不愤了